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长相思图山景成为腾讯视频首位热度破两亿的男性角色。 在影视的浩瀚星空中,总有一些角色以及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情感触动人心,成为观众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记。 近期,由星莲影视与腾讯视频携手打造的古装剧《长相思》中,青秋公子图山景邓卫视便以其非凡的表现,成功跨越了两亿热度的里程碑。 成为腾讯视频首位达成此成就的男性角色,书写了一段令人瞩目的传奇篇章。 7月23日,腾讯视频官方在微博发布海报,正式宣布这一喜讯,瞬间点燃了粉丝与观众的热情。 图山景,这个在剧中以温润如玉,深情不渝形象是人的角色,凭借其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瞪位精湛的演技,赢得了广泛好评与喜爱。 他的热度值不仅突破了两亿大关,更是在长相思第二季热播期间。 持续攀升至2.5亿,单日热度高达9842万,几乎触及单日破亿的壮举,展现了其无可比拟的人气和影响力。 图山景的角色魅力,不仅仅在于他外表的俊郎与风度翩翩,更在于他内心的坚韧与深情。 在剧中,他经历了起死回生的波折,为阻止小妖养子是继承王母之位,不惜自曝真实身份。 展现了其非凡的智慧与勇气。 他与小妖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,更是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,成为全剧的一大看点。 邓卫作为图山景的扮演者,无疑为这一角色注入了灵魂。 他通过精湛的演技,将图山景的温柔、坚韧、深情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让观众仿佛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青秋公子,跃然于屏幕之上。 他的表现不仅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喜爱, 也让他自己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,实现了演技与人气的双丰收。 图山景成为腾讯视频首位热度破两亿的男性角色,不仅是对他个人魅力的肯定, 也是对整个《长相思》剧组心情付出的最好回报。 这部剧自播出以来,便以其精良的制作、精彩的剧情和演员们出色的表演赢得了广泛好评。 而图山景这一角色的成功,更是为整部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展望未来,我们有理由相信《长相思》及其角色图山景将继续在影视领域发光发热, 成为更多观众心中的经典之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